女乘客看到警察来了 边哭边求救 其他乘客下车后 也气聪聪的跟远警告状 把乘客惹火的就是他公车司机 他一脸无故跟远警解释 因为乘客在车上高分被讲话 履劝不停影响他开车 才会把车停在路边要大家安静 看看公车上的行车记录画面 当时车上有十多名乘客 确实有几个说话特别大声 司机三分钟内广播四次提醒 语气并无不妥 但错就错在不该把公车停靠在路旁 还不给下车形同软禁 时间长达十分钟 他确实他个人的这个处理的不好 那我们在公司这个依规定流程 会做于这个隔职的处分 司机把这个车门精明的关着 那因为乘客已经跟他做要求 看要不要正常的正当行驶 他完全都没有这个动作 已经严格的限制到这个乘客的行动自由 所以我们还是以防御自由来给他做移送 把十多个人关在车上 乘客气骂 这不是软禁 什么才是软禁 坚实对司机提告 司机也被公司解雇 真的把事情闹大了 记者韩志欣 专门君 台中报导